辣椒,鱼,鱼,鱼的鱼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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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冯小厨 今天用炒鱼做好吃的 我们先拿一把剪刀 把鱼鳍剪掉 我们在鱼头 鱼尾身上划一刀 中间这边有一个小白点 我们扯出这一个鱼心线 我们把鱼头切掉 我们取出鱼肉 单厂 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鱼的骨头已经去下来了 今天我们买的4斤多的鱼 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们打算做两种菜 把骨头拿来炖汤 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鱼肉 我们把鱼肉切成1.5厘米左右的大小 我们把鱼肉盛入碗中 开始腌制 加适量盐 适量料酒 抓拌均匀 去除鱼腥味 腌制20分钟 准备两根红椒 切开去脂 我们先给它切成条状 再切成丁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根大葱 切断 准备大蒜 切对半 准备姜切片 盛入盆中备用 盛入盆中备用 准备一块老豆腐 盛入盆中备用 盛入盆中备用 准备一根小碗 我们调一个尿汁 三勺生抽 三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适量胡椒粉 搅拌均匀 下入红辣椒 加入一勺豆干酱 倒入一勺蚝油 关火盛出备用 煸制好的鱼肉 我们清洗一下 控干水分 砂锅里面 倒入葱姜蒜 铺入豆腐 我们把鱼肉铺上去 把鱼肉铺好过后 我们放入红辣椒 再淋入我们刚才调好的尿汁 再沿着边缘 加一罐啤酒 没过鱼肉就可以 大火烧开 盖上盖子 转中火 煮15分钟左右 好了 我们15分钟已经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香喷喷的炒鱼就做好了 非常简单又美味 朋友们喜欢的话 可以试着做一下 我们现在大火收汁 哇好香啊 还炒了一个小牛肉 做了鱼骨用的鱼汤 我们今天就这样吃 一条炒鱼做了两道菜 而且上次打折去超市 我买才五块钱 五块一斤 那是零一斤 很便宜啊 买的四斤多也才二十多块 还便宜啊 喜欢吃鱼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真的超级简单 又非常美味 而且摆盘呢 春节的时候 还可以拿得出手哦 可以收藏起来 做给自己的家人吃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